其实老百姓看病的一些感觉从来不会骗人 因为他困难了就是困难了 他反复感染了他就是反复感染了 他觉得经常要去医院 这些体验都是非常正确的一个感受 谈起2023年为什么大家总在感冒的话题 全国两会期间张文宏委员做出上述表述 其实对于流感等呼吸道疾病 我国十分重视常规化的预警预测 建立起了基于临床的监测网络 张文宏表示如老百姓感受一样 监测数据显示2023年流行性疾病的节律出现了紊乱 致源体流感新冠轮发上阵 今年的这个东西是非常巧的 这几步就疫情全部叠加了 所以老百姓就感觉到这个东西就生病的频率就很高 明年这个东西怎么样 我自己觉得随着这一系列的一个情况的一些改变 各大传染病的一个流行的一个整个的频率 它会逐渐的回到自己应有的节律 像今年这个东西这么完美的重点 从概率会降低 张文宏表示 监测数据还显示 今年春节期间 新冠病毒感染又呈现波动上升 只不过现在的症状跟流感相似 针对反复感染新冠会削弱人体免疫力的说法 张文宏指出 目前还没有相关数据佐证 新冠病毒从大流行到今天 我们人类系统的免疫训练 我们给它也是达成了某种默契 它不断地在变 它一变免疫力会削弱一点 但是再感染 我们针对它的一个免疫力又可以提升 是不是说我们通过反复感染以后 这些人群我们免疫力就弱 生各种病的都会增加 其实这个数据我们今天是没有的 谈及新冠未来走向 张文宏认为 它正趋向成为地方性流行病 开始常态化的存在 但病毒的发生发展会处于一个比较低的水平 新冠我们可以说 它进入了一个地方性流行的一个阶段 我们认为它已经把自己加入到 常态化的呼吸道的传染病的一个含列 流感 新冠 还有呢 就是自然体 医院体 像这些病院体 它都是出现了比较类似的一个 地方性流行的这样一个特点 也就是说病毒感染的风会那么高 但是它会持续存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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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